大运会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 中国队中国女排遭遇到了来自主裁判的争议判罚 注意看这个球实际上明显是一个大力扣球出界 是一个没有问题的球 就是中国队得分的球 现场地分牌也给了27比25中国队得分 然而比赛的一财 一个外国裁判却说这个球是日本队得分 注意看他的手势 这个球是中国队打手 由于大运会的比赛是没有路上回放的 所以根本不能挑战 而且注意看 在拒绝了中国队的申诉之后 他还给了中国队员一个白眼 在这场比赛里面 当时到这个时候 他已经做出过对中国队三次不利的犯法了 多少影响到了中国队的心态 但是中国队的主教练事业队员们不要想这些 要克服来自裁判的犯法 果不其然很快日本队就遭遇到了现实报 日本队没有珍惜裁判给的机会 没有珍惜裁判的帮忙 立即一个发球出界 就把球回给了中国 日本队的教练也非常无奈 中国队员高益来发球 高益这个球打的很有意思 我们看 日本队稍微一让 结果这个球刚好砸在了界内 咱们通过回放看一下 因为这个球的第一时间可能看不清楚 我们再来看一下 高益 球轻飘飘的就穿越掉了所有人 而且准确的砸在了界内最后的这个压线的位置上 这样29比27 中国队在遭遇到裁判的精英判罚之后 顽强的连得两分 然后拿下了比赛 接下来呢 我们就听一听现场的原声 感受一下中国队在遭遇到误判之后 现场球迷疯狂的嘘声 以及中国队最终得分之后 现场球迷爆发的沸腾的热烈的放弧声吧 判罚是没有打手 其实在第二局局末的时候 有一个周叶彤的进攻弹网 是否打到了对方的手臂 就已经造成高益转到后排了 界内球 这球是佐藤淑奶的一个跑动 日本队今天关键分上啊 连续两个看球落地 29比27 还是